香酥肉 哈喽大家好 我们做香酥肉 到底是放面粉的还是放淀粉的 有很多做法 今天我来教你正确的做法 第一步 我们把肉改刀 如果不喜欢吃肥肉的 也可以用鲤鸡肉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长条 不要太厚 也不要太细 这样我们炸出来的酥肉 才好看 我们现在来腌制一下我们的肉 来点胡椒粉 再来一点十三香 一小勺盐 一点料酒 再来一点鸡精 少许酱油 一点蒜末 姜末 还有葱末 再来一点点灵魂花椒碎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就是我们的姜 我们下入 一碗生粉 20克面粉 先加20克的水 我们水不要一次加进去 我们慢慢的加 以免它太稀 或者是太糊 我们都可以另外添加 搅拌成酸奶状 我们往里面加入一点点油 我往里面加入一点点油 给它搅拌均匀 如果你酥肉炸的不好 肯定是你姜没调好 大家学会了吗 我们把我们的姜倒到肉上面 把它搅拌均匀 让我们的肉 黏上这层姜 如果我们姜少了 就要往里面加入生粉和面 如果我们姜太稠了 稍微加一点点水 我妈调成这样的糊状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起锅烧油 我们的香酥肉对油温 其实是要求比较高的 我们控油一定要控的好 我们现在要7层油温 看到我们油面上 那个泡泡已经不再冒了 而且有点冒烟的时候 已经到达7层油温 我们把我们肉下下去 一根一根的下去 以免它粘在一起 我们下的时候 尽量要用筷子下 以免油飙到手 杂质定型的时候 我们稍微用勺子给它动一下 它炸至金黄 我们把它捞出来 我们炸好的酥肉 再回一遍锅 让它再炸个10秒钟 一定要把油温提上去 稍微处炸一下 捞出来 像这样我们炸出来的酥肉才够酥 我们把我们的香酥肉 控干油 装盘 我们撒一点点花椒碎 再撒一点葱花点缀 我们的香酥肉就做好啦 大家学会了吗 就让我们去捏 汤肉 要不打扰 要不打扰 我们的香酥肉 但是我们的香酥肉 可以帮助